提及赵雅芝的过去,她的故事要从香港一个普通家庭说起,出生于繁华都市香港的赵雅芝,在慈母的期望下被赐予了雅芝这个优雅大方的名字,可是从小到大,她却是个行动力超乎想象的淘气女孩,时常惹是生费,顽皮捣蛋,让母亲叫苦连天。 在家人眼中,赵雅芝这个被人亲切称作小似的女孩,似乎与优雅二字相去甚远,她自小就像个无拘无束的野丫头,爱在室外尽情撒野。 赵雅芝幼年时,就爱在户外狂奔嘻嘻嘻嘻哈哈间便不知疲倦地攀上树梢,在枝叶丛中穿梭自如。 有一次,母亲被女儿这副放肆劲吓了一跳,赶忙上前将她拽下,恨铁不成钢地训诫她,作为女孩,你应当表现出淑女的仪态。 可是赵雅芝只是对母亲呲牙咧嘴,肆无忌惮的笑声便再次在屋内回荡开来。 面对女儿这骨子脱僵的野马般的个性,母亲很快意识到强硬的作风并不可取,必须改变方式了。 她开始寻寻善用,嘘寒问暖地引导赵雅芝走向优雅大方的方向。 果然,所谓女大十八变,赵雅芝慢慢从那个无所顾忌的野丫头,蜕变成为温婉贤淑的大家闺秀。 从小就展现出与众不同个性的赵雅芝,终于在母亲的耐心引导下,步入了优雅芝性的境界,为她将来步入饮食圈奠定了基础。 十七岁的赵雅芝正当青春烂漫的年纪,却并未被阻隔在香港的高楼大厦之间。 一家日本航空公司远渡重洋来到香港招募空中小姐,赵雅芝只是一时兴起报了名,没想到在激烈的选拔中脱颖而出,成为空姐的她,开启了人生新的篇章。 作为一名空中小姐,工作虽然辛苦繁重,但赵雅芝内心对未知世界的向往,像是终于找到了宣泄口。 她如基斯科地目睹了各国的风土人情,将自己的足迹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城市和乡村。 工作之余,她总是兴致盎然地,在异国她乡游走观光,空姐生涯只是赵雅芝人生的一个新起点。 不久,香港无线电视台TVB举办了首届香港小姐选美赛,赵雅芝的慈母见多是广,大力支持女儿仪式身手。 果然,凭借出众的气质魅力和精湛的礼仪素养,赵雅芝在这场选美大赛中斩获了第四名的佳绩,更被评为最上镜小姐。 就在这时,一场意外的疾病却为赵雅芝带来了新的人生转机。 空中小姐的工作常常会导致时差综合症,赵雅芝也遭此劫难。 正当他束手无策时,TVB此时对外招募新人,他毫不犹豫加入了这家傍起而建的电视台,拥抱了全新的事业舞台。 尽管机缘巧合,但赵雅芝靠着独特的个人魅力和过人的努力,终于在影视圈站稳了脚跟,正式开启了他辉煌的演艺生涯。 踏入演艺圈后不久,赵雅芝便邂逅了人生的第一任丈夫医学博士黄汉伟,两人在1975年结为夫妻,并育有一子异女。 儿子黄光红出生后,赵雅芝开始在事业和家庭之间疲于奔命,为了全身心投入工作,他不得不将孩子们托付给别人照顾,母子渐行渐远,他对此耿耿于怀。 就在这个家庭陷入矛盾的阶段,赵雅芝的事业却正如日中天,他在经典剧集《上海滩》中塑造了附加千金冯成城的经典形象。 这部剧也是后来宏极一时的演员周润发和吕良伟的重要起步作品,然而家庭的裂痕却在与日俱增,赵雅芝和丈夫难以重拾当年的恩爱,最终决定了离婚的结局。 离婚后,孩子的抚养权归属问题成为了夫妻两人之间一个新的矛盾导火索。 赵雅芝和前夫陷入了一场纠纷,双方难解难分,不得不诉诸法律途径来裁决。 这段煎熬的日子里,赵雅芝备受折磨,他生怕自己无法获得孩子抚养权的结果。 幸运的是,在一位好友的自学和援助下,赵雅芝终于获得了法院的支持,获准抚养两个孩子。 与此同时,他结识了黄锦申这位在聚集女黑侠花木兰中的合作伙伴。 两人在戏中戏外互相欣赏,快速走进彼此内心世界,并在1985年结为夫妻。 第二年,黄锦申为赵雅芝生下了一个儿子黄凯杰,成为了三个孩子的继父。 从此,赵雅芝退出了影视圈,暂时远离了要演的聚光灯,全心全意投入到新家庭的生活中。 他日夜细心照顾丈夫和三个孩子的起居,将所有经历都倾注在了这个新的小窝。 虽然曾经的婚姻犹如一场艰难的战役,但赵雅芝最终还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。 在黄锦申的疼爱支持下,他得以重拾家庭的温馨,也不用再为谁分配自己的心力。 虽然远离了迎平多年,但赵雅芝并未就此销声匿迹。 九十年代初,他重新退出了一系列大制作影视剧,为人们描绘了一个个经典难忘的荧幕形象。 事业的再次起飞,仿佛让他重拾了年轻时的活力和朝气。 首先是由著名制片人丽妖,赵雅芝在电视剧《精华烟云》中再度大放异彩。 他出色的表演获得了广泛赞誉,人们仿佛看到了他当年出演《上海滩》时的风采。 紧接着,在宫廷巨细说乾隆的拍摄中,他甚至不惜前往寒冷的北京拍摄一些外景场景,可见他对事业的执着与热忱。 每当工作再度将他带离家中,丈夫黄锦身就会体贴入围,带着三个孩子前往探班,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场景,让赵雅芝感到无比幸福与温馨。 或许正是这种家人的关爱与支持,才是他后来在新白娘子传奇中高度还原白娘子的灵感来源。 正是在这部广受赞誉的电视剧里,赵雅芝栩栩如生地诠释了白素贞这个经典角色,给观众们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。 他细致入微地照顾着许仙的生活起居,字字入目三分地温情默默,让无数观众深受打动。 而赵雅芝对白素贞角色的独到理解,很大程度上也源自他多年的母亲和妻子的生活体会。 他曾在采访中坦言,每当回想起当年和第一任丈夫离婚的痛苦往事,他就会被感珍惜如今与黄锦身相亲相爱,相濡以沫的幸福生活。 两个人虽偶尔会有些小矛盾,但总是能以包容体谅的心去化解分歧,互相理解对方。 无论赵雅芝是在家中亲自为丈夫准备他最爱的猪蹄榜,这道家乡美味,还是外出参加各种活动,身边总会有黄锦身的身影相伴。 有时为了不打扰太太的工作,黄锦身甚至会主动离开家中。 二人就这样,彼此关爱有家,相敬如宾地走过了数十个年头。 对于这对恩爱夫妻来说,感情的维系远比事业更为重要。 赵雅芝曾豪爽地表示,自己已经逐渐远离了角色的创作,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律师这个严肃领域。 不过这并不代表他已经与梦想的舞台说了再见,相反他更加期待能有机会再次亮相迎品,同观众见面。 女大不惑对于大多数人而言,已是彻底告别青春年华的开端。 但对现年六十八岁的赵雅芝来说,他依旧宛若一朵盛放的勺药,自容娇艳,活力四射,让人难以将他与六十八岁的人生路程联系在一起。 赵雅芝的青春不朽到底源于何种神秘力量? 原来他一直坚持着非常简单而实用的养生之道。 早在儿女入学时,他就养成了每天亲自将两个儿子送到学校的习惯,不行的过程中便会顺便锻炼身体。 回到家后,他还会坚持在家中攀爬阶梯四次,等于向上向下翻越数层楼的运动量。 除了勤于运动,赵雅芝对饮食方面也有自己的一套主张。 有人说减肥就要少吃多餐,吃素斋饭,可赵雅芝并不这么认为。 他对饮食准则仍是合理均衡,虽然肉类可以适量食用,但他也重爱吃素。 而他最为青睐的,竟然是猪蹄榜这种南方特色营养美味。 除了运动和饮食,赵雅芝认为保持青春活力的根本还在于心态地积极乐观。 年轻时顽皮可爱,入夜则谦卑沉沦,这无疑是赵雅芝人生理念的真谛。 每天清晨醒来,丈夫黄锦身都会为他亲手欺制一杯香浓的咖啡,赵雅芝定会满怀感激地,会以一个温馨的微笑。 在他眼里,丈夫无需向年轻时那般尽善尽美,也无需再去严格要求。 取而代之的是将他视为知心好友,他们就这样相互欣赏,相互体谅, 携手走过了数十年的艰辛岁月,即使偶有矛盾和不快,也都能泰然处置, 因为彼此早已彻底卸下了对对方的苛刻标准。 正是这份宽容的智慧,让赵雅芝才能活出老年人生应有的轻松乐观和惬意淡然。 生活中遇到任何事物都不会再对其苛求完美,反而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欣赏他们。 因此,赵雅芝才可以永保青春甜美,这也是他能在古稀之年仍倾历笑叶如花的最大原因。 他曾在一次公益活动中看到,和自己同为古稀之年的老人们要么行动蹒跚, 要么退着轮椅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赵雅芝难掩骄傲的心情,他用自己阳光积极的生活态度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青春永珠。 可怕的是就在近日,网络上居然有传言说赵雅芝去世了,具体怎么回事呢? 咱们接住网下看。 4月24日晚,赵雅芝工作室发文替谣去世传言,并表示近日有无道德底线的平台为博取流量, 恶意发布赵雅芝去世的消息,对于散布和传播此类谣言的个人或机构。 我们已经委托律师所进行了证据保全,并会采取法律行动以维护赵雅芝女士的合法权益。 希望已经转载或转发,前述虚假信息的媒体和网络用户及时删除该等不识信息。 据悉,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标题为《世间再无白素贞》一路走好的造谣文章, 引起大量转发评论,一直到工作室发布辟谣声明前, 相关文章还在被网友陆续转发传播。